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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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保證明司年薪過百萬? 是啊,現在有些學校 建一間狗屋都要成四萬 唉,狗好吃好住 更何況是人呢 是啊,這些學校每年都報告有財政赤字 還每年要加學生的學費 又買股票又買樓 員工的福利又好 只是老師的週年晚會 都成三萬元 但是啊,買人家股票 又怎夠自己上市營啊? 還有啊,這些學校 不斷收學費 都只剩買人家的股票 補習社的利用就可以自己上市 要補習的話 找一校老師補就行 怎麼又要我付錢? 那就好笨啊 這個就是品質保證的問題 現在的老師在日校 很多工事忙的嘛 他們啊,留個學生半個小時 又簽一張通告 他們哪有時間去整理筆記啊 筆記沒有彩色 又沒有3D 那就不迎合學生的心意啦 不講不知 香港第一間補習社 是70年代的一間補科夜校開始 大型補習社的廣告隨處可見 補習老師不單是推崇貼題 精讀,還好注重形象 有人認為補習越來越商業化 而失去教育意義 請問有沒有補習呢? 補習? 上面沒有啊 我曾經沒有,現在沒有 那為什麼現在不補習呢? 因為貴啊 那你身邊的同學有沒有補習呢? 很多都有 每個月幾百元都差不多一千 五百元左右 你認為現在那些包裝 你會不會承認? 嗯,OK啊 你認為是不是真的有用嗎? 浮誇了一點 因為有,因為我也認識 也有些女同學因為補習老師 帥哥去補的 人靠衣裝 你看下去有沒有料 有時候未必真的看到你裏面有沒有料 你看到外表的信心會大一點 就是覺得補習去領略成績會更加之好? 一定會 哦,那為什麼呢? 為什麼? 那當然有補充當然會好一點 其實補習老師只不過是 輔助你學習的一個用途 補習有一個工具感 但是他變成一種 就是他把補習老師的形象提升了之後 就變成好像一種潮流 你不去補習就很吃虧 對呀,讓補充你 是 其實我覺得補習有一定的幫助 但是最重要都是看下自己 能不能去努力 會學習是好的 不管是說是因為要做明星 還是因為流行還是怎樣 只要有上進行去學習是好的 以前都有補習的習慣 補習的習慣 補習的習慣 哇,說的是很多年前 補習英文 以前那些就是 我們補習很久了 說的是30年前都有 那時候很多時候流行補證合格 就是補證你英文E級 沒有現在那麼厲害 補證你Distinction 都有用的 補習老師的方法 會解決一些 你在學校裏面解決不了的問題 就是他有方法令他們認識 那當然都隨著學生 任好心去自己勤力 補習老師都是幫你一部分 那他就有很多樓屎給你 樓屎很精簡 叫你記一些東西 你會不會不想補習的 會呀 浪費很多時間 如果媽媽逼你的話 那你會不會補習的 會的 也會的 也會的